主要各位觀眾 隨著適當硬幣幕式的時間 越來越接近了 我們看到光是在敦化北路這一側 本來往北只有四個線道 現在已經縮減為兩個線道 封閉的這兩個線道 除了我們看到這邊放置了三角針 以及車輛改道排之外 所有遠景一字排開 看到後頭裡頭是全部都是進空的狀態 就是避免有不相干的人車靠近現場 那除此之外 我們可以看到為什麼在裡頭 還架設了這個DV 主要就是因為在開幕式當天 是有發生的反年改團體 跟維安警力發生衝突的情況發生 因此就是怕再有任何的狀況重演 因為主要沿著小巨蛋周遭 包含北陵路是已經全面的 封閉的狀態之下 這邊來做交通的道路管制的話 主要就是因為說 避免到時候有任何的城康團體 從這邊來通行 因此第一時間必須要來記錄下來 你們看到已經是有這個城康的團體 已經靠近了現場 可以看到他情緒算是相當的激動 因此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園警是已經立刻的來上前做處理 這一次主要也是避免有類似的情況發生 因此我們可以感受到說 為什麼他們必須要 你可以看到他情緒真的是相當的激動 因此維安吉利是立刻的上前要來做安撫處理 就是避免當初在開幕式的狀況再次的重演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 背後除了這個周遍管制之外 在交通的部分 光是這個交叉路口 多化北路以及巴德路這邊 四面都有警力來嚴加的控管 以及中間都有交通警察來做管制 那麼隨著閉幕式的時間越來越接近 意味著也就是下班的先鋒時間越來越靠近了 因此要做好交通管制之外 人員的分流也很重要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警方在這邊 拿著一個告示就是說 你必須要有認證卡 或是入場票才能進入 因此像記者本身也必須 像有這個預先申請的記者證 才可以來做通行 因此如果說沒有預先買票的民眾 你想要進來看這個閉幕式是沒有辦法 因此在這邊也要特別提醒 光是這個周邊這道路的交通管制的部分 盡量能避開這個尖峰時間 才不會發生擁捨的情況之下 這想要入到裡頭來觀看的民眾 你沒有提前買票也是沒辦法進去的 以上就是現場找我最新情形 時間鏡頭就按個朋友